欢迎两位年轻人 这个是通过人介绍认识的 还是自由恋爱啊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他对我可能被我的魅力所折服了 哎呀 现在的龙鸟多自信 是被他的魅力所折服吗 可能当时在酒吧认识的嘛 可能喝多了 你别喝多 你也简直 打脸打得太快了 稍微留点面子 可能涩多了 这估计也是气化 这个接着来是 是为什么呀 姑娘 实际是我来的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 你就知道他平常对我是一个什么态度 他总是特别自私 特别以自我为中心 就那个大男子主义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自私自利的男人 什么都比我重要 我怎么说都不听 如果再这样的话 我真的走不下去了 就是你今儿是来贴警告牌的是吧 算是吧 再是一个倾诉我苦水 我想让主人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错 然后呢他觉得他做的没有错 我想让老师和主人帮我看看到底是谁的错 我错了那行那我改 他错了那他改 当你想在情感当中评理的时候 你就真的错了啊 没事我们签就你 跟你评评评评理 怎么了 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然后我们一百天纪念日 我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人 他也知道 我早早的就跟他说 我这天想去干嘛干嘛 想去说吃饭的地儿 我都想好挤什么沙拉酱了 然后呢结果他那天跟我说 我兄弟要过生日啊 他要去过生日 然后还跟我说什么 啊过一百零一天不也一样吗 你非揪着那一天不可吗 本来过一百零一天不也是过吗 那你生日第二天怎么不能过呢 非得就是生日那天 生日一年只有一次啊 那一百天咱们再起一辈子 还只有一次呢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可能还是你未来老婆 你看就这样也不听我解释 我当时想的是说 先去我兄弟这边 然后再去 那是只有这一件事吗 你这兄弟 你总是把兄弟放在我的前面 我永远都是一个尾巴 那次咱们俩去约会看电影 结果好 电影看到一半 你这兄弟打个电话说 哎小杜咱俩去打游戏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学校 不在一个地方吗 可能高铁一个小时 我想着我多陪他一会儿 然后我就行那去吧 然后因为我不会打游戏 我只能在网吧看电影剧 我非常讨厌网吧那环境 烟雾缭绕的 不是 你说网吧那么多 女朋友陪男朋友打游戏 那你怎么不找他们 当你女朋友找我干嘛呀 那你说 你不爱打游戏 我还不爱约会呢 不爱逛街呢 那别的男生 还陪人家女朋友约会 怎么就当你这 我陪你逛了呀 吃饭也吃了 电影也看了 但是电影我实在是不爱看 而且快演完了吧当时 为什么我能为你考虑 我能陪你去网吧 你不能陪我 多看那么一点点电影 有那么难吗 那你怎么不站在我角度 考虑考虑呢 我就是想放松放松 跟我兄弟打打游戏 怎么了 听明白了 女生要说的是 你兄弟比我重要 男生说 我兄弟就是比你重要 人家也没遮着眼的 对不对 对 是兄弟比他重要吧 你想说我的意思 人家没有回避这问题啊 我表达意思 不是说一定要 就我比兄弟重要 我想说你最起码 别老把我放 兄弟后面最起码 你四次两次找兄弟 两次找我也行啊 他从来不这样 不是 在我看来 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找了谁 你什么都别说 我当时现在当时就是 主持人和家军的面 我就问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跟我去过 一百天见日 你还是去 和你兄弟过生日 你说 和我兄弟过生日 那我 主持人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男生的事是这样 对朋友是这样 对其他的呢 其实说到这事 我突然就想 他对我这么强硬的态度 本来我这个事 可能不想拿到台上来 跟大家说 但是已经 说到这了 我就想 说到这儿 或是什么 我现在还能拿到台上来 能拿到台上去 你的家军 我还是要脚 使用 度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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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现在已经我行了吧 你也是 现在在台上 你这么大的小伙 自己动感冒了 对吗 你本身就不对 对吧 你不会照顾自己 是不对 然后你还找哥们 给你自己的女朋友打电话 说不是我让的 这个不是我让的 你们的朋友 是不是都介入到 你们的这个生活 我的朋友很少 因为我本身就 我没有一群朋友 而且朋友 我身边的女朋友 就很珍贵 我只珍惜那么一两个 平常我们也怪那么好 他从来不会太多的 对我们是做评价 因为缺和不缺分 他那不是朋友 他之前在酒吧做兼职 然后就可能认识了 那么一圈朋友 然后还经常给他倒贴 买酒喝 他就觉得自己 飘了能迈了 上桌的酒吧 在那儿看着你 你就第二天上去 你就是小树来唱一个 你就直接给人家唱 怎么着 你点露击啊你是 你点你就唱 你点你就唱 我不跟你说了吗 你也说了 我是在酒吧兼职 那人家在我这消费了 我有时候请人家吃顿饭 也很正常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是吗 你现在就是 只愿身在慈善中 我是局外人 我看透了呢 我给你叫醒 你还不愿意还赖我 这姑娘嘴是够快的 也很厉害啊 我感觉他就是不太懂 我们的兄弟情谊嘛 然后你说兄弟这一块 也就算了 但是他上升到 我亲人的阶段 这个我不理解 怎么还有亲人呢 就是我有一个亲姐姐嘛 他就是总是 看不上我姐姐 然后说我姐姐 坏话啊啥的 不是你能不能 这么一样说话 他总在播出 发他和他姐姐 拉手的照片 然后 他跟他姐拉手 怎么了 很正常啊 不是那是小时候的照片 那他都不怎么发我俩照片 他姐的错你吃什么呀 哎呦我的天呐 那我打视频电话 我俩打视频电话的时候 他姐姐还在那房间 跟他聊天 我在聊天的时候 他打断我就 不是那就是正常 姐姐俩在那聊天 有什么问题吗 我真理解不了 那你看你兄弟姐姐 然后就总参议 说唱都排在我前面 我怎么可能参议 你和你姐姐呢 因为我觉得你姐姐 就是我姐姐 我是笨着以后 到人家去 跟你谈恋爱的 姑娘你想多了 她姐真是她姐 不是你姐 我觉得她应该说唱 她接我 你发现她那个嘴 特别快 你没有跟她来一首歌 她跟不上她 我感觉我挺能说的 对吧 但是我感觉 我真的在她面前 说不过 听明白了 力太多了 我是觉得一个人 清楚自己的作为 和地位特别重要 就是你清楚 你在这姑娘心目当中的地位 是什么吗 清楚 什么地位 就是非常重要 但我总觉得 她缺少一些安全感 很重要 对 一个男人 怎么能那么对自己 爱的女人说话呢 你的意思不是说 我眼瞎了 才看中你的吗 而且在这么一个场合 你就是想争议时之 长短吗 不是 我也是气话 你不能在这个场合说 她多没面子呀 这小伙子在你心目的地位 应该很重要吧 你喜欢她什么呀 喜欢一个人 还有为什么 当然喜欢一个人 有为什么了 没有 没有 那你 好 我不喜欢 为什么喜欢她 我这么问 你喜欢她什么 她一下追我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一个小时高铁嘛 两个城市 然后她就算 就我可能发现 我说我今天肚子疼 她就 明天 第二天 她就来了 男生追女生都那样 她又来了 就给我买很多 我爱吃的 所有的我的爱好 她都记着 我性格可能 大家也看到 我可能比较强势 然后就在她面前 我能撒辣椒 跟她好好聊聊天 说一些我经历的什么事 我为什么那么做 我都喜欢跟她说 那个时候 给我感觉特别难忍 但是我没想到 现在变成这样 两个人有点像小冤家是吧 在一起就答答答 不在一起 还真是想分还有点难